万水千山总事情 让曾叔叔亲亲醒不醒 他是亲亲血旗的发起人 是带领李峰闯荡亲月们的古灵金怪 又要看秀红书的仙二代曾叔叔 是15岁就跟发哥周董搭戏的第一代蒙男狼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以为我还是个小孩子吗 我知道你和原谅要干什么 我必须先通手 你是阳光帅气 击中一片少女心的望秋王子龙马 本期大牌驾到迎来90后老戏骨秦俊杰 让我们一起见证IPSS的诞生 从小用起初宝宝肌肤难如初 这里是由宇宙大牌起初冠名播出的大牌驾到 哈喽欢迎来到大牌驾到今天在大牌驾到里呢来了一位很帅的叔叔 这位呢就是在清云之里头的秦俊杰哈喽 哈喽雅姐 现在清云之二呢在腾讯视频热播当中这出戏啊哇很多的朋友喜欢 所以我想要问你啊连续拍两季你们是不是跟演员之间彼此都变得很熟了 就我觉得清云之剧组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感觉大家都挺自来熟的 就见面很快就能打成一片 你们一起拍了多久啊 将近半年五个半月吧 半年之后最熟的应该是清云雪棋了吧 都挺熟 我可以帮那个戏迷们问一下吗 就是你追了五十五期的清云雪棋到底在第二季里头追到了没有啊 没有啊他还是喜欢的张晓凡啊 哈就是在清云之里边曾叔叔确实没有跟陆水棋在一块儿 而且没关系四五下追到就好了是吧 可是啊我觉得还蛮蛮有趣的 因为其实你跟杨子们两个都是同性出身 啊哼 那你们一起在演戏的时候有没有彼此说 哎我看过你小时候演的呀 有啊一般是我吐槽他 因为他入行太早了 就家有儿女那时候你几岁啊 你看他的戏的时候 可能是八九岁啊 那你看到雪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 这就是我小时候喜欢的那个 其实没有哎 哈哈哈哈 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可能就迷过 金城武和周杰伦 你是迷男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很 一个很有才一个超级帅 你没有迷过女生吗 不可能的 迷过雅姐 少白 找一个最安全的 打安全牌吧你 没有 你小时候迷谁 你们两个差不多大 还两只呢 然后那时候也喜欢小燕子 我应该也是小燕子吧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环珠哥应该是我小时候唯一一部 就是我从头跟到尾的 这么一个戏 对啊 雪棋也是非常的 很像嘛 活活的那种 对啊 然后可爱 然后长得就是让你觉得很干净单纯的感觉 我有看你们的那个花絮 你好像在那个拍戏的时候 你都叫他阎老师 嗯 为什么 其实是这样的 你们没有看到他平时在现场是怎么怼我的 他怎么怼你的 对 他老说土帅土帅的 要不然演戏的时候就觉得 他就觉得 你这个套路化的东西太明显 老喜欢拿这种东西怼我 但是男生是可以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指点的吗 没有问题啊 但我会反击的嘛 但你说反击一个女孩不能太过分 所以你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老师啊 什么前辈啊 这样的东西却恶心想他 感觉她们里头 就是很多的这个伴嘴应该挺有趣的 对不对 他们说她是小火虱吗 小火虱 小火虱 哦 很咕嗡就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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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有你们两个在就是剧组的开心果呀 就基本上好现场包括枫哥啊 他们都会怼我两下寻寻开心什么的 是吗 他们会怼你什么 像枫哥它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冷一点的那种幽默 老郑伟行吗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感觉 然后比如说我有一场西佑 就一开始我是戴着那个面纱 完了我把那个面纱摘起来 完了之后 我们走戏的时候 他一看我摘起来就 我觉得你还是戴上帅一点 最好把脸全倒 好坏哦 然后你在片场呢 就是被人家叫你是亲眼虫女 对 亲眼男演员 男演员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啊 我觉得男演员之间 就是比如说表达一下自己很高兴啊 或者说跟他关系很好 我觉得可以有 可以有亲脸这样的行为 其实我真的我私底下 我剧组唯一没亲过就是风格 完了有一天我准备行动来着 但我得试探一下 因为他旁边他的助理 他说他会不会揍我 他说应该会 在亲他之前 你觉得他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把你推开 结果他后来 后来真的是 后来真的是 我说那这样 我等他不在的时候 他就直接 你要干嘛 所以听到李一峰感觉如何 没有我没听到 花了这么多功夫 还是没听到 跑掉了 他一直提防着我 他跟我说 你要是个女的也就算了 但你是个男的 我接受不了 你说赵丽颖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 其实丽颖姐挺可爱的 然后 挺 特别直爽 特别直爽 他一般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不是好像在片花的时候 还有就是杨子帮你跟他表白 对 对 对 但其实 我没有 我没有说想要跟他表白 我就是 我记得好像那个是 第一次吧 应该是第一次在片场见到丽颖姐 完了之后呢 我跟旁边摄影师说 人真漂亮 完了之后杨子听见了 杨子就替我自作主张的去 他喜欢你什么 完了之后 因为丽颖姐很直爽嘛 他转过来说 哎你没有机会的 哈哈哈 小人就转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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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说到舞台试了 他 没机会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你一开始看到杨子的时候 你没有觉得哇好漂亮的感觉 这什么跟什么呀 因为你说你一开始看到周丽颖的时候 你说哇好漂亮啊 所以我一开始看到杨子的时候 哇好可恶 真美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是日节生起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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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一峰你觉得他的个性是不是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早熟型的呀 反正他会比较沉稳一点 但是他他的那种沉稳不是说他不愿意跟别人接近 就是他的交流方式和幽默的方式就是那种 闷闷的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一直在 99的那个波波动上面在动 他可能是一开始一突然之间跳个100 他总是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候给你来一句 我想问一下你们熟了以后不容易笑场吗 其实容易的 我们 经常有笑场 他笑场的几句话 他是最少的 他最少 他说我是最多的 他是演戏的时候他真的很能憋 他再想笑他也能憋得住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自控能力 反正到我这来我只要一想笑 我立马就笑了 我没有控我没有控制能力的 你知道李一峰菜做的很好吗 我不知道 他从来没有做过给我吃 在抱怨咯 叔叔在抱怨咯 对啊我觉得这个得抱怨一下 如果我做的好吃你会听他吗 那他助理要揍我我也得听他 对我觉得你下次就要采取偷亲的行动 就强吻 强吻 强吻 Oh baby 想象一下画面你一会在做饭的时候 然后从后面抱上去 哇这个画面我觉得我会被 我会被风哥的粉丝给生死了 下次在那个剧里头 我觉得在剧组的时候要要求他做饭给大家吃 因为他经常在微博会晒他做饭的一些照片 照片啊什么的 我一直以为说那个是不是他在拍什么杂志 原来不是啊 他会做饭啊 对啊 这个他藏的太深了 我只知道他最爱打篮球 反正给我发微信 十次有九次都是说哎走打篮球吧 平常喜欢做什么运动 我喜欢躺着睡觉 你躺着睡觉怎么保持这个身材的 我好胖的现在 姐姐可以看一下你的肚子吗 不好吧 是松的还是 等我有一天有六块的时候 我主动到你面前拖给你看 哇那倒不用 哎牙姐 哎牙姐好了好了 走过去一秒钟 满了往下一放 那我方便就稍微这样碰一下吗 没有是一整块 哦嗯 说真的确实没有很硬 睡觉嘛 因为睡觉有人会越睡越熟 之前路易讲过他的减肥方法就是在家睡觉 而且他睡觉也烧好 那哥是骗人的 他可爱运动了 最喜欢打羽毛球什么的 一下子把他拆穿了 你怎么知道 我跟他拍过一个戏啊 哦 我跟他还有夫仔 拍《琴时明月》嘛 哦夫仔也很爱运动啊 特别爱运动啊 他们俩老约着去运动 可你不是在那个拍运现场有让千启教你跳那个吗 青春修炼手册 哦对 因为我 学会了没 没有 我是一个从大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跳舞就四肢不协调的人 因为我跳舞的时候浑身上都放不开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我拍打戏啊什么的 他们都说我挺协调的 嗯 但是一到跳舞吧 我跳舞就没有那种美感 我后来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有心体课 芭蕾积训 对 所有的东西 我们老师可能也是一个就是调侃的方式吧 他教完一个动作以后一定会叫我到中间来展示一下 完了当我展示完了以后呢 他就会说看到了没有 看不到像俊杰 哈哈哈 完了哎真的我是我们班当时也是跳舞跳最烂的一个 哎所以你看青云志里头其实有很多就是现在都非常红的 就是像你啊然后刚刚讲到的千玺 你看到千玺的时候会不会想到以前的自己啊 我觉得他比我乖很多哎 但是像你们童星可能从十几岁开始就要一直不断的工作 然后还有满足大家就对你的期望这样子 如果我不做演员的话我应该会挺遗憾的 嗯 因为其实想一想的话我应该最最受不了那种就是朝九晚五 然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特别枯燥的那种就我这个我肯定受不了 其实感觉好像就缘分注定他就会成为一个演员 从十五岁就是被张艺谋导演向中 现在二十五岁的你虽然已经入这行十年 可对你来说是另外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尤其是呃呃呃 进了欢瑞世纪以后感觉自己就是一直有戏牌 因为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好多时候在等 在等完了之后也有那种就是接不到戏的时候 还挺满足的我觉得 你看虽然起点很高 但也要经历过那种等待的过程 这十年的等待终于让你给等到了 我们也很替你开心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等待你现在的戏才能演得那么的准 对不对 接下来我觉得秦俊杰他会变成将来的Superstar国际巨星 所以我们有一个IPSS的游戏 来帮你测验一下你国际巨星的SETS 来 International Perfect Superstar 我们要来看一下秦俊杰是不是具备国际完美超级巨星的必备要素 请你自己劝一下你觉得你自己具备了哪些 好多的感觉 是吗 这个我自己给自己分了 谣言见话 完了这个不用说了 就是你 杨老师给我封的 第一个我好多好多的戏在横店拍 完了之后他们说我叫扫一路 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就会拿微信出来跟人扫一扫 扫一路 杨老师要起来要扫一路 还有呢 王女少年 杨子好像说过不喜欢玩游戏机的男生 他不懂 玩游戏的男人最专一了 你知道这圈内我们也知道很多明星都很爱打游戏 像Angel our Baby 对 林更新 林更新 景博然 景博然 人家说像打牌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牌品 那游戏呢 会不会看出一个人的品格 品性 就是游戏可以看得出来我这个人脾气很暴躁 因为我觉得游戏是我发泄的一部分 所以我会拿它来发泄一些我的可能平常不开心的或者什么东西 我郁闷的时候就打游戏 不开心的时候就打游戏 那你跟林更新交手过他也是属于暴躁型的吗 玩家 不不不他属于没脾气型的 是吗 嗯 看乐呵呵怎么样的型 哇 嗯 还有呢 八卦 班女工 你这个不愿意承认啊 哈哈哈 我真的觉得他跟着没关系 但哎呀 哎呀 对哎 好啦开个玩笑嘛 你二十几岁 开一点误的玩笑应该ok了吧 那就那就圈起来了 戏里之后好像还有自己还有黄色小本 小黄书 叔叔最爱看的 现实当中看过吗 现实当中不看小黄书 现实当中看网络小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网络的骗子是不是 那是你好不好 哈哈哈 传说中的地盘 嘿 然后还有什么 勤走个荷尔蒙 不会吧 对啊 那么 勤走个荷尔蒙 应该是彭于晏 长得帅 身材好 完了之后 你不也 你不是也是吗 不不不 他那个 他是可以脱着衣服走的 他不一样 哈哈哈 我脱不了衣服走啊 彭于晏 平常要脱着衣服走嘛 那 从来没有觉得 觉得就在娱乐圈 必须要有 腹黑的心 因为我有遇到过就是 很讨厌的那种 演员 比如说可能我只是 在说话的某一瞬间 摇了一下 完了之后再转过来 他就觉得你这一瞬间把他给挡过 他就哎 挺一下 你不要这样动好不好 你挡我了 很小气 对对 不过又一瞬间 你好那个哦 你好真诚哦 因为你刚刚在讲的时候 你真的感觉不开心哎 对对对 有没有 我是觉得很莫名其妙 我觉得演戏嘛 自然比较重要 对啊 我觉得没有问题 而且我觉得 如果是我对手 他哪怕演到一半 把我全挡死了 一直挡 我已经会配合演完 因为为什么 因为拍他的那边是可以用的 反正不管在什么工作 就是会遇到不同的人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 你怎么可以不把他画起来呢 这个是张一山呀 难道你不是吗 我现在其实我对于这行字 唯一的意见就是 为什么90后都叫老戏骨了呢 哦 你最在意的是这个字 对 我们把它涂掉 有先戏骨的一个戏骨 对我们今天就创造一个词啊 90后先戏骨 是吧 开始觉得自己 嗯 依然不觉得 我有一个年轻的心 哎 你竟然没有说自己是人间精神 啊 我是人间妖兽 你说作为一个男的老青男演员 可不是人间妖兽 人间妖兽 所以妖艳见惑 真的是我自己碰不到 还有 哎 生鸡汤 所以你不是那种 会跟人家谈心啊 然后 我一般不聊心灵鸡汤那种东西 我一般就单纯的聊戏 而且我一般就聊到 聊到表演的时候会比较 比较疯 就私底下跟别人探讨自己意见的时候 或者说对于一个戏的看法什么的 就我很固执 完了有的时候会跟人正直的脸红脖子粗的 那反射壶呢 张艺兴吧 没猜错吧 还有蒋敬夫 夫仔 夫仔有的时候会 但是你跟夫仔都是处女做的啊 但夫仔这个反射壶跟生鸡汤它两个都有 夫仔还爱发朋友圈就爱发那个鸡汤 对我看他写的东西我都惊呆了 就说哇很有文才啊 怎么那么多愁善感 他很爱写小作文的 在朋友圈里边 然后写小作文 每次看他就给他点个赞 然后看多了烦了也就不点了 哈哈哈 处女做人家都说会有一些 特别的地方 上次那个夫仔来啊 我们就问他说你要找另外一半的话 你觉得必备的条件是什么 你猜他说什么 什么 他说要在晚饭上可以帮他那个蒸清酒 那有什么事你觉得是一定要女人做 男人不能做 我觉得倒清酒 是女人给男人倒 红酒是男人给女人倒 哎呦 真的 我刚刚犯了你的大气了 然后倒了 倒了我的酒 快点 我觉得真的处女做真的个个都是大气啪 对那你呢 我就强迫症 就比如说我的牙杯 比如说这是我的洗漱台 我的牙杯必须得在这 然后我的牙刷得在这 然后我的牙膏得在这 就是他的顺序是不能倒的 一旦有人把他转了一下 我就会 特别烦躁 你别动他 就这样 那如果你的女朋友是一个特别不注意这些的人 那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可以慢慢的同化 对那女朋友什么要求吗 比如说他具备要具备哪些的条件 年纪要比我小 然后要能理解我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其实做演员这个行业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你了 尤其是你经常在荧幕上就是跟别人演一对情侣或者干嘛的就是 对于谈恋爱的那种情况来讲的话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那如果你的女朋友他也是一个演员 你对于女朋友是演员这样的工作你是可以接受的吗 可以的 因为我不是那种就是说为了我 你要放弃你所有的东西 不对的 我觉得个人应该有个人的生活和个人的目标 我觉得事业的越成功和他自己就哪怕不管他做的是大是小 他越成功的话会给他自己本身添加很多的魅力 你会越看他越有魅力 你越看越欣赏他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我不希望就是我未来的老婆是一个家庭主妇 我就每天待在家里边 就我希望他能做一些他自己喜欢做的事 好啦 那这些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国际完美超级巨星的必备要素 其实呢这些都只是一个参考 最重要还是要做自己嘛 对对对 那你在合作《青云志》里头有没有 除了自己之外 哪一个是你最欣赏的表演 哪一位演员 都很欣赏 讲一点不一样的呗 我觉得 演张老凡师傅的谢宁老师 有很多场戏我都觉得 他在找了一会儿长辈的时候是不是 最安全的 好厉害 从小用起初 宝宝肌肤嫩如初 这里是由宇宙大牌起初冠名播出的 大牌驾到 好啦 那我们今天也要来跟你过招演戏一下好吗 好吧 好不好 小招我们要来安排什么样的剧情啊 要演一个临近毕业 发生什么时候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终于忍不住向他表达自己的心意 好我演你暗恋的那个人 哈哈哈哈 激情四射 道别版 Action 干嘛 啊 在这 谁在我身后的心底 谁在我寂寞的回忆 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记得厉害 是否送了你他的发达 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火 没当你眼睛到晚 我怎么爱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一句话都还没说 但是好有逼啊 哈哈哈 那种沉默好有力量了 我现在看到眼神有点怪怪的 哈哈哈 真的 来来来 你干嘛站在那一句话都不说 怎么了今天 你是不是要毕业了舍不得我 算什么 算什么 干嘛 那么深深 怎么了 缺钱 要借钱 我和你温烈 我和你温烈 我和你温烈的钱 让我刺激我无忍惊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哈哈哈 不是你那个情绪铺垫的事也太浓烈了 好吗 你这个自己都没办法收 我告诉你 对 那要不然就好换过来 你对他表白好了 真的 我 我们来 你就你就自然反应 你看你的反应 早上KTV啊 他在唱歌 嗯嗯 今天怎么样 挺好的 毕业了以后一整天 忙呗 哎 你看我现在我我最近开了眼角 你看好看吗 哈哈哈哈 啊好不好看吗 你说嘛好不好看 好看 好看吗 嗯 哎那你现在有女朋友了吗 哎 有啊 其实我我我 我今天吧 我我今天可能是有点喝酒了啊 嗯 嗯 哇 好好说别动手啊 哈哈哈 我其实 我一直都比较喜欢你 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接受 我接受不了 能抱抱我吗 可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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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的真实反应啊 如果是一个男的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不 我我我就是我不歧视 你只要不对我有想法 一切做朋友什么的都可以一起玩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今天可以看那么值得秦俊杰来演个女生吗 哈哈哈演女生吗 就是假设你是女生然后你看到你的男朋友挽着另外一个女生就是被抓到了 好 然后呢 你去看那眼 是吗 是吗 啊 哈哈哈哈 那个那个 干嘛 这是我这个是我这个 那个是我同学同学特别好的 同学 啊 对我们不是同班同学吗 对对 你干嘛看到我男朋友这么伤心的表情啊 没有没有他就是这个人他就是这样的 他喜欢他他眼睛有点有点炎症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对啊 对不起我眼睛有炎症 病得不清我瞎了我看什么 你这女同学 而且你这女同学怎么这么像男的 我不知道怎么样把声音变成女人 哈哈哈哈哈 我有我有炎症啊哈哈哈 我瞎了看上你 这样行吗 你太逗了你 有感觉自己现在火了吗 确实真的轻云智给自己带来了不少的就是 就是知名度上的提高 对因为腾讯出品必须好做 对对 所以呢当事业有成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名气可能也会让你遇到一些事情 现在哎呀姐手上就有一个出名这件小事就是圈内避火的一些法则 嗯来问问你好不好好 比如说狗仔的眼神锁定你 有啊最近被拍了不少那你是怎么样去面对 我应该会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完了之后 嗯拜托他能不能把就是拍的角度好看一点 哈哈哈照片修一下修白一点 因为每次发出去都好黑然后角度好难看哈哈哈 会不会就是偷拍到什么样的地步是让人会觉得很不舒服的 就你别怼到我房间拍我就行啊 嗯我房间里边因为我在房间里边说实话啊我喜欢 只穿一条内裤哇哈哈哈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有拍到这种照片的话太不雅了好有画面哦哈哈哈哈哈哈 有上热搜呃上过上上热搜说自己心情是怎么样 下去吧 为什么会想要下去呢 如果是一件美好的事的话 没有为什么就是下去吧 嗯因为生活跟工作他就想要分开对对吧 嗯好还有呢就是啊 如果当你出名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你专属的文器舞剃 你会有替身吗 呃之前拍戏的时候就有啊 最近这个新闻不是也挺火的吗 就传说有一个小仙人因为嘎嘻太忙 所以就做了一个还有倒模然后让替身来演 我希望大家能深刻的意识到就是 不是就不要因为某一条的新闻 然后把这个事情无限的放大化 因为我在网上有看到很多就是最近他们做的那种视频 就开始吐槽现在的很多剧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用替身是没办法的 你想想看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剧组里面演的是一号 那现在每一个剧组一般会开两到三个组 你自己都挑不过来 你在同一个剧组都挑不过来 而且啊 你有用倒模来演吗 呃 不是就是他肯定会有用到的 替身 对比如说比如说我先把全景和我的进行拍完 然后我可能会放一个替身在这 完了之后带着肩膀拍对面 你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的想法是怎样 说实话我没有我自己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当我没有亲眼见到的时候我不下评判 如果说有一天我看到了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真实经历 接下来呢就是你一定会有很多被疯传的表情包 那我觉得你今天要在我们节目中创作几个表情包 哈尔哈 微博那个 那如果让你说一句你已经失去本宝宝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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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了卧的歌 我搬球带真善厉害 厉害了我的歌 今天的我依旧如此美丽 今天的我依旧如此美丽 接下来呢就是霸屏时代 就如果你很红的话很火的话 当然就是会看到每一个屏幕都有你 会期待那一天的来临吗 当然期待了那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嗯 我看 你打开 这个台是我 这个台也是我 这个台也是我 嗯 然后你在腾讯视频上面翻 哎 这一页是我 那一页还是我 再往下还是我 感觉特别爽了 对啊 你有一种成就感 因为其实 我觉得演员就是他的最大成就感 无非就是他作品播出的那一时间 然后还有就是剧本让你挑 好 这也是你很火红的一个象征吗 哦 当然我觉得就是说 比如说有有有些人很多人 就经常说 哎 你想不想让自己更火一点 我就说 想啊 然后他们说哎 你这个人怎么回答的那么的那个 直白啊 你可以藏着不说嘛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想让自己更 就是更 更有话语权 那如果当你变得有话语权的时候 然后人家已经定了一个角色 可能你看了剧本之后就觉得哇 那个角色我太喜欢了 你会去截胡吗 看我有多喜欢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 其实是竞争的嘛 你有被截胡过吗 有啊 我等一个戏等了半年多 完了之后被人截了 那被截的原因是什么 有一个比较厉害的人 他想跟另外一个人合作 从此以后有没有再也不看他拍的片 那倒没有啊 我依旧会经常看他的戏 男演员 男的女的我也不说了吧 反正就经常会看他的戏 因为我觉得在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可能女演员跟男演员不一样 男演员发光的时候应该是在35岁左右 那你还有十年啊 对啊我还可以演十年这种 就是好鲜好鲜的啊 是吧像你即将要拍摄的那个盗墓笔记 对对 嗯 你有没有去跟像景宝啊 陆寒 李一峰 杨阳 嗯 去看他们的表演 或者去跟他们本人取经 我看过 我都看过 那你是想要演哪一个男主角 呃我觉得都行 说实话 主要是形象不合适 要不然王胖子还真不合适 我也觉得王胖子挺素材的 你说要不然到时候跟那个瘦身男女似 贴个膜去演个王胖子 那人家就原来倒模就是你 哈哈哈哈 我是倒模大猫 哈哈哈 好啦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带你去一个奇妙的地方 跟我一起去起初出生乐园 行 好嘞 走 这里是由取自然之初 欲生命之初的 婴幼儿专业护理品牌 起初冠名播出的大台驾到 这里是我们的起初出生乐园 乐园里头的出生嫩芽呢 代表着起初品牌对出生的呵护 其实现在起初超红的 因为很多大人也喜欢用 就是它就很嫩很嫩就对了 而且非常自然 你曾经有说过你说 如果你谈恋爱的话 你希望可以跟另外一半做很多很幼稚的事情 对 像是哪些事呢 我觉得谈恋爱的时候 偶尔还是要不要一些理智呢 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因为演员这个行业就是 就我是演员 然后我肯定到处在拍戏完了之后 不在同一个地方待着 所以越是像这样的话 越要找那种时间去跟对方凑在一块 嗯 那你自己会不会对于就是比如说 恋爱啊家庭有一个自己的规划 我其实比较随性 想一出是一出 所以你说我们也有可能会最近听到好消息了 那不会那么快吧 不会吧 应该不会吧 25岁的现在的秦俊杰 对你来说应该是在事业跟感情上都是丰收的时候 事业还不错 继续努力 感情要保持神秘 感情 加油吧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我要是结婚了 我一定会公开 会告诉大家 那接下来的这个经过十年的一个沉淀期 你对于这个工作上面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 比如说最想要演什么样的角色啊 其实我有一个 嗯 怎么说呢 就是很奇怪的嗜好 一直挺让很多人接受不了的 我想演一个特别极致的角色 如果是一个极致的变态呢 那正是我所希望的 嗯 如果是一个极致的很娘的人 也可以 嗯 就是我就希望就是把自己给打破一下 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 我觉得都应该去打破一下 因为我觉得演员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 什么一个职业 对我觉得其实所有的角色没有什么好角色跟坏角色 只要是适合自己的就是好角色 对对对 对这就跟我们起初一样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就像我们起初一直给予中国宝宝最适合的呵护哦 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请你写一些字 如果写给35岁的秦俊杰你想要写给他什么 35岁吗 嗯 我猜35岁的秦俊杰已经结婚了 我很久没有演现代戏 所以我明年有一个小目标小心愿 就是自己能演一部现代戏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极致我觉得很适合你 你一定会找到这样的角色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 我觉得我自己身上有的时候有那种封膜一样的一面 嗯 就是像封了一般着魔的那种 尤其是在于我谈就是对待工作的时候 嗯 确实挺让人害怕 你对待感情的时候也会这样吧 我不知道就是 我也不知道这种方式会不会把人吓跑 不会 就自然而然做自己就好了 其实我一直在做自己 对啊 但是有理智的时候就会 有的时候也会自我反省和那个谴责一下 就是哎 怎么那个时候只顾着自己的想法呢 就会有这种时候 所以就我今天也对你陆转粉了 谢谢 好 好 请俊杰写给自己十年后的话特别的短 很精简 叫做明天的你会比今天更好 对 来拿我们的嫩苗 植物出生状态下的生命力是温和而强大的 就像我们每个人成长之初所坚持的那份初心 让我们就像呵护这颗嫩牙一样 呵护我们的初心 它代表了你一个心愿 你希望是什么呢 我的爸妈身体健康 嗯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 呃 每年年三十人都回去过的 所以我希望每年年三十人都可以在家里跟他们吃年夜饭 只要你坚持它就会发生的 所以这个点一定要认清下去好吗 嗯 好 那你多一位粉丝啦 谢谢秦俊姐 谢谢 谢谢安娅姐 加油 加油 棒棒的 好嘞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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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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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